大型游轮船身倾斜 大量黑烟只窜 是不是还有爆炸的火光出现 8号中51点半左右 警方接报香港南亚岛以南大约一海里的海面上 一艘运游轮船发生火警 引起爆炸 火势相当猛烈 船身已经严重倾斜 游轮大火造成许多人员跳船逃生 目前已知有1人死亡 根据香港苹果新闻报道 香港1点55分 警方已经救起多名船员 并且陆续送到医院救治 根据了解 起火的运游轮船是到香港买油 不料在过程中竟然发生爆炸 还引发严重火警 根据目击者描述 似乎还有船身零件被炸到半空 接着坠落海中 警方出动13艘水警船 还有消防灭火轮船到场协助搜救 直到今天下午2点 这场意外已经造成至少1人死亡 另外还有3人失踪 3人失踪 5人失踪 感谢观看